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我是启文区Kiki小组的Naomi 感谢主我在2019年圣诞主日受洗归属主的名下 但受洗后其实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我没有赌金没有灵修也没有固定主日 当然神要更新我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感谢我的区长小组长还有姐妹们温柔的陪伴与鼓励 我在去年终于像醒了过来一样 开始参与了小组和教会的服饰 虽然我做的不多频率也不长 但每一次的服饰当中我都有满满的领受与得着 所以我更坚信着顺服就是蒙服 当教会开始推行灵修笔记的时候 小组长分配了小组内每人任意听的灵修来分享 整本圣经其实我只读了几篇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就说好因为要顺服 我是被分配到礼拜六 七月八月开始我每个周六几乎都是在外地 时间上感觉是有压力的 但时间也就是这样 急一下就有了 我也养成了提前预备的习惯 感谢主有这样子的操练 以往的每日读经灵修进度 我都像是在教功课 快速的读过一遍 没feel我就再读一遍 顶多读个五六遍 心里就会想说好吧 可能是我黏在太浅看不懂就结束了 但现在呢因为要跟小组姐妹分享 万事其同难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大概花了三个小时 我要利用网络来查经 我要细细的咀嚼反复的思考 我要寻找神话语中的亮光 也感谢姐妹们他们的回馈与支持 每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都特别认真 不知不觉当中 神的话已经进到我的生活里了 孩子们跟我分享事情的时候 我的脑中会弹出经文 当我为家人朋友祷告的时候 神的话也会突然浮现 原来神的话透过了灵修笔记 已经成为了我的锦囊 在不同的时刻可以派上用场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感谢主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第一篇灵修笔记分享 我所领受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第八篇第六节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 有什么需要守的揭秘呢 旧约是刻在石板上 而新约是刻在心板上 上帝的胜率不再只是教条而已 而是借着圣灵内化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时刻想起神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的律 真实的遵循这律法 有什么应许呢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但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 认罪悔改 神会宽恕我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过 无论是什么样的处境 我们都可以来到施恩座前 进入神的同在 神与我们立了更美好的新约 要和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 赐我们智慧和力量 带我们进入更美好的丰盛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要恒心守我们与神所立的约 神并不离弃我们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认识神 亲近神 这果效比我们所认知的教导更好 神把最美的新约 刻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要持守着心中与神的约 无论是自己 或是教养我们的孩子 跟随神 信靠神 我们一生都走在这一路 到老都不会便宜 有关上帝 我对他有哪方面更新的认识呢 原来中保的意思是 神和人之间 完美的恩典之约 这成就和保证者 就是主耶稣基督 还有 旧约是以行为得救 新约是以信性得救 以上是我的分享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愿我们灵修每天 都有满满的领受 谢谢大家